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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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收看数学人的带 我是周周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是 国二的数学 就是教那个音试分解法 就是用那个提供音试 来做音试分解 那目前我们已经上到那个 准备要上各校的段考精选题 那我们看那个讲义的第八页来 好 讲义第八页呢 哦 这里哦 它是一个考步骤出错的问题 他要问你说哪一个步骤 它化检错误 来 它是要化检这一个 不是化检 它是要音试分解 跟化检差不多 化检是要把括号都拆掉 全部都撑出来 然后整理过叫化检 那音试分解 把它变成括号乘括号 叫音试分解 我把那个手表声音关掉 好了 好了 音试分解这个 三倍的X加2 乘X-2 然后-X加2 的过程中 哪一个步骤开始出现的错误 好 那它的A步骤呢 它这样说 它这样写 它写三倍的X加2 乘X-2 然后- 剪掉 刮号的A-2 来 步骤A有没有错 这步骤一有没有错 这样写没有错 你提负号码 加了并减 OK啊可以 然后步骤二呢 B这样写 B是步骤二 没有下 插掉 步骤二是说 它把A-2 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所以这个 抄下来 - 没有东西是1 化掉是1 不是没东西 所以-1 这样行OK啊 所以步骤一二 都没对 没有错 不是没对 没有错 那C选项呢 来 少赞晚安 来 C选项的话 你看 它说 步骤三出错的 它怎么写 它写A-2 然后去乘上 3X加2-1 来 第三步有没有错 错了啊 为什么错 你看哦 你这要拆括号 是两个都乘到3 3X3S 3X2怎么样 6啊 怎么写2 所以第三步错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C错 好第二题 第二题也是一种音识分解的考法 他问说 下列的式子里面呢 何者是X-10的倍式 就是A-10会是谁的音识吗 所谓的倍式就是说 底下的选项 谁是他的倍式 换句话说 A-10是谁的音识 第二题 A-10 这个是谁 底下哪一个是他的倍式 我们看A选项好了 A选项的这个呢 题目给的是 100X平方-1 好同学 这A选项可以做分解吗 也可以啊 怎么分解它呢 100就是10的二次 所以100X二次呢 可以讲 想为4X一起的二次 1可以把它想为1的二次 看到传说中的平方-平方 改为相加成相减 相加10X加1 相减10X-1 这两个有没有它 没有它A-10不一样 10S-1跟A-10一式不同 所以A就不对了 不要写A看B 那B是说 B选项给了 A-10的平方加1 如果今天这样写的话呢 这个就没法 没办法用那个乘法公司 直接做一式分解 所以我们把前面拆过好 代乘法公司 A平方-X平方-2AB 2乘A生于10-24X 再加10平方对100 然后后面那个加1造超 整理之后 没什么结果 X二次-24X加101 到这边就卡10 也就是不能够做分解 那即使我们后面有学过 那个十字教乘法 这边也不能分解 所以是不行的 好开心 那C选项是说 X平方加20X加100 会是它的 就是它的倍式是它 这看不出来 所以要把它处理一下 好怎么处理它 诶这是减喔 写错了 不是加这边减 哦对对是加加 没错 C是加珠是减 诶起来好了 那珠选项是X平方 减 减 减 20X加100 好这两个什么差 诶来 这个100呢 它指的就是10的二次方 100把它看为10的二次 有没有很像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有我们上次有教过的 所以它是X加10的平方 A加10的平方 跟A-10没关系啊 所以不会是它 换下一个 减的没有 这10 100又10的二次啊 又来了 A平方-2AB加B平方 所以它是A-B的二次方 A-10的平方 有没有 有了啊 所以答案选出 好所以 这个是它的倍式 换句话说 A-10是它的音式 好 这样子OK吗 好这样讲的是那个 各校段考精选的第二题 好这样我们看那个第三题 这题目都很棒耶 都不错 来 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是说呢 有几位同学他们在讨论啊 讨论说那个 谁是 呃 是不是它的音式 来这题不错 刚好也是那种 像席座会出现的题目 好第三题 他还帮你分解好耶 这题超科技的 他说 5X的二次方 去-11X -12 帮你音式分解好了 然后变成 X-3 去乘上5X加4 然后呢 有四位同学 各自说出这个东西 的音式 好 比如说第一个啊 小海说 3-X 是它的音式 你认同吗 那小角说 3X-9 是它的音式 小7是说 X加4 是它的音式 然后小浩是说 5X12 -11 X-12 是它的音式 它说正确说法的共有几个人 好 打开这里哦 因为这一个可以音式分解变成A-3 乘上5A加10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都是它的音式 它自己本身也是自己本身的音式 就好像音数一样啊 7是7的音数没错吧 因为7等于7乘1 1是7的音数 7也是7的音数 所以它自己本身也是它的音式 那我们再看哦 那这两个音式里面的话呢 把它放大跟缩小 也是它的音式啊 所以它A选项 它写3-X 你说这个跟A-3不一样 我告诉你哦 乘负号也可以哦 所以你把它乘负号之后呢 乘负号-X 乘负号变正3 所以3-X是它的音式吗 4也可以哦 懂意思吗 它也可以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告诉你 你给它乘负号变什么 乘负号变成3 -3变正3 乘负号变负X 不能随便乘负号啊 你要乘负号 后面也乘负号啊 怎么样 变负X-4 所以这两个音式啊 这样写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啊 懂意思吗 这样你看哦 3-X-9可不可以 一样是可以 为什么可以 老师讲给你哦 你把它乘3倍 对不对 你乘3倍之后呢 前面变什么 变3-X-9 你乘3倍后面要不要除3倍 要啊 就刚好公平嘛 你这边乘3后面就除3了 除3倍5-X 除3变3分之4 所以这两个都它的音式啊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换句话说 你不用这么累之道啊 你就看个别的 它可以同时放大 说小可以变好 都没关系哦 它写A加5分之10 有没有 这边 都除5有没有 除5便X 除5分之4 这也可以 不然这个怎么样 就是它自一模一样的 当然可以啊 所以四个人都对 这四个都是它的音式 这里很棒哦 记起来哦 有听懂吗 这里 这里有听到你就赚到了 很棒的一题哦 那我们看那个第四题哦 好 第四题一样哦 他就问你说是不是它的音式的问题哦 来 我把这题目擦掉 其实三跟四题目都很类似啊 其实三跟四题目都很类似啊 有没有学校还没教到那个十字教程法吧 进度上应该不会这么快吧 因为我们把这个各校段考讲完之后 我们就要教那个十字教程法了 基本上进度应该比学校快了 哦 来 第四题哦 这个是历阶试题 关于分组分解的题目哦 好 我们看一下哦 他说呢 S平方加S-2 会等于A-1乘A加2 也是他都帮你分解分好的 分 我们已经因式分解好了哦 然后A选项说 2倍的括号A加2 他不是他的音式 A选项说 那这样子的话呢 2倍的X加2 就不是他的音式 到底是不是 是 为什么是 我刚刚说过啊 这两个都可以放大跟缩小 你把它撑两倍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啊 所以这他的音式啊 那怎么会不是呢 不是就错了哦 所以A不对哦 按B B是说呢 S平方加A-2呢 会是X-1的音式 A-1的音式哦 虽然没加括号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当然可以哦 所以答案 何者正确 哦 听到讲 他说 S平方加S-2 是A-1的音式 不对 是他的倍式 有没有 S平方加A-2 是他的倍式 就前面这一个 是这两个的倍式 后面这两个 会是前面这个的音式 所以A-1 是他的音式 A加2 是他的音式 但是这一个东西呢 是后面这两个的倍式 所以他选项是说 S平方加A-2 是他的音式 错了 是倍式才对 把它改一下 改倍式哦 新选项来 那A-1 再加上A-2 这样写哦 也是他的音式吗 当然不行啊 这乘法呢 加法当然不行啊 所以这个C也不对啊 最后看猪了 甚至猪有希望的 那A-X呢 会是S平方加A-2的音式 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对 因为可以变号啊 没有 你给它变号 负的变正 负1变正1 正X变负S 行不行 当然可以 换句话说 你把这后面给他都乘负号 负A-2 也是他的音式啊 乘两倍 没有 2X加4 也是他的音式啊 给他都除了 前面都除了 2分之X-1 一样他的音式啊 懂意思吗 所以他里面的这两个可以去 放大出小可以变号都没关系 所以1-X是变号的问题 他把这个乘负号变这个 当然他的音式 所以答案选租 这样清楚吗 考选只要会选哦 不要被他骗到哦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第四题 看第五题 好第五题呢 这题目出的蛮火的 我把题目抄在黑白上 如果你有那个讲义的话 第五题 你可以先把它做音式分界 如果你没有讲义没关系 你就准备一个空白笔记本 然后把老奥讲的题目都抄下来 做自己个人用的笔记本 看那个第五题 那他说多项式P这一个 他是2X加1 去乘上4X-1 再减掉 括号的2X加1 得二次方号 他说P去除以下列哪一个多项式 但是无法被整出 就是这个P本身啊 去除以底下的答案 除以以下的答案 除完之后 谁不能被整出 不能整出 表示要不下音式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做音式分界好了 怎么分界呢 以减号做分界 看左边看后边 都有2A加1啊 所以把那个2A加1提出来 提2A加1以后呢 提完有习惯动作记得哦 怎样 化掉变成1 提走就化掉 化掉是1啊 这要化谁 化翅膀化掉 所以里面变什么 里面就剩下的这个 记得要变号 它是4X-1 要变号 负贞得负 -2X 负贞得负-1 把后面整理一下 所以前面招操 2X加1 去乘上什么东西 来 4-2X 4-2X 2X -1-1是-2 这边还在提2 基本上我们做音试分解要提到很干净 如果今天考试考这样写 这样写不行啊 要提2哦 所以2提出来之后呢 2A加1造超 这两个都除2 除2是X-1 目前我们把音试分解好了 你看它选项 它说哪一个多项是无法整除它 A选项就写一个X S 这里面有没有S的音试在 不行啊 你除了S不能除啊 所以答案就选A了 那B选项 它写2A加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有2A加1 C选项写A-1 A-1有没有 有有有有 这边有啊 诸选项说 2X2次-X-1 哪一个东西啊 2S2次-A-1 应该不会拆关号吧 哦 不不不 它要把这两个乘起来 你看这两个乘起来 看是不是来 我们还没乘我不知道 我猜应该这样子啊 你把它乘起来哈 2A乘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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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横式的乘法 1A乘X加X 1A乘1是-1 整理一下哦 2A乘2次-X-1 有没有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 这三个都它的音式 所以P可以被这三个整除 A答案不行 A是X 不能被它除 所以答案选A 这样讲解有没有很清楚啊 可以哦 这个是 提供音式的部分 这个单元算简单啦 你只要会提供音式都没有大问题 就怕里面计算的部分 小心一下 该变号要变号 不要弄错就好了 然后不要乱提啊 不一样东西不要乱提 你提供音式一定要一模一样才能提出来 有些同学很奇怪 明明就不一样把它提出来 还把它画掉 莫名其妙 不能这样做 不能暴力乱提啊 提供音式一定要一模一样才能够提 好我们看那个 再来是 第六题哦 好第六题呢 这题直接就烤音式分解了 用选择来烤 那就跟烤那填充题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要你做音式分解 那这一口飞选也可以 好第六题哦 好第六题呢 我说过很多次哦 因为二四方的关系啊 如果你把前面这个对调 它是不用变号的 要知道哦 可是后面不是哦 我如果把后面这个改的跟前面一样 要什么啊 这边叫变号 叫提符号 这两个提符号什么 也是给他乘负号 乘负号变正了嘛 变正3x 乘负号变-5 还跟他一样 那这叫变号了 因为提符号出来 随便第一步降写哦 那变成关号的3x-5 的二次方 提符号之后呢 负负会得正 这要写加哦 那这边要4x 去乘多少 这边写的是3x-5 为什么这样写 再跟前面一样啊 换句话说 你不能随便乱改啊 你不能把那个5-3s随便改成3x-5 你这样改的时候前面就要编号 这样懂意思吗 叫提符号 在3x-5 两边都有提出来 我们以加号做分接哦 所以两边都有3x-5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顺手把它画掉啊 就是 画掉是画什么 注意看哦 你提了这一个 它有两个3x-5 因为二次方嘛 要连续成两次 我提了一个 还剩一个 画翅方 画在那边以翅方 这个整个被我提走了 整个都画掉了 把剩下抄下来 剩下3x-5 加4x 这个整理一下 3加4是7 所以7a-5 我最后答案这个啊 3a-5乘7a-5 3x-5乘7x-5 3x-5 3x-5 答案选A 这也算是蛮容易的一题哦 第六题 这样子OK吗 这第六题哦 好 我们来看第七题 好 第七题 它显示直接做音试分解 就用选择题来去考音试分解 就直接做了一 第七题 x-1 去乘上3x-7 然后再减掉1-x 像这里同学大家知道了 这种小题目 你在后面 后面这个 很想变的跟前面一样 很想变就变吧 不能这样乱变 你在这样变的时候 前面怎么样 -的会变成加 叫变号 所以从1-s-1-1 就提了符号 所以-的会变成加 然后再以这第七题哦 再以这个加法做分解 前面跟后面都a-1 把a-1提出来 提出来剩下放进来 习惯动作哦 提走就化掉 a-1被我提走了 化掉1 化掉1 化掉不是没东西哦 是1哦 再把它抄下来 前面这个剩下 3x-7 这个加1 加1 不能什么都不写啊 化掉是1 要写加1 那-7加1 答案是-6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了x-1 乘3x-6 但这个问题哦 3跟6有没有因数3 有 有要提出来 要提到很干净 知道吗 你不要看到这样就结束了 还没有啊 3-6都要因数3把提出来 我把3提出来之后 3提出来之后 不要卡中间很难看的 你要把它摆第一个去啊 所以3倍的 后面这个造潮 a-1造潮 这两个都除以3 x-3-2 所以这个3的位置摆第一个 不要卡中间知道吗 你不要这样写啊 a-1 然后写个3 写个a-2 比如说这样对不对 当然都对啊 这很难看的 我们没有这样写的 把它写到前面去 要知道吗 提到3要写到第一个 所以答案选 诶 糟糕了写过头了 他不问这个 他答案选 诶 诶 诶 我听不错错吗 第7题 我看错题了 所以答案选b 我写错 是看到第6题去了 所以答案选的是这个 答案选b 好 看那个第8题 好第8例也是做音试分解 也是考那个选择题的音试分解 就还是要做了 目前为止 OK吗 诶 学校有没有在教那个十字交成法 有教跟我讲一下 那个单元算很快的 在音试分解上是很快的一个方法 有了十交成法 你不会分组分解都不怕了 你还是可以用十交成法来处理 十字分解 十字 十字交成法来处理 看那个第8题 好第8题的话呢 题目是说 6x-8 哎呦 这题很危险 这题超级超级危险 好 这题 首先问你们 上次我有讲 帮你们慢慢印象 这边呢 是4x-3x-10 这边是6x-8 基本上后面的一定要先处理 怎样处理 我要把它变成跟前面一样 对不对 不过前面也不一样 我们先看前面好了 前面这6跟8 有没有因素2存在 有 你是要提2 提2的时候你要怎么写 变成这样写 2倍的括号3x-8的平方 这样对吗 错了哦知道吗 为什么错 小心哦 这不是2 这边是4才对 懂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提了2 我这边也写错 提2 重来重来 好 乱七八糟枪 再来一次 好 重来重来 刚刚那个写错了 尴尬来 这要提2嘛 提2之后呢 变成2倍的括号 提2嘛 变成3x-4 提2后面写-4 的2次方 这样写对吗 这样写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你提了2 经过2次方变什么 会变4耶 所以不能写2 这要写4 这样知道吗 注意一下哦 提2是两个都除2 但是提2经过2次方变4 哪一个的4啊 其实你要这样想 这我有讲过 所谓的2次方什么意思 但是 62-8 62-8 它要连续乘两次嘛 这2次方啊 对不对 你提2的时候 谁提2 这个提2 这个提2变什么 3x-4 后面要不要提2 也提2啊 3x-4 到底提了几个 两个2啊 224 然后3x-4 写了两次嘛 所以变2次方 有没有 会变这样子 懂意思吗 所以下次你觉得 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2次方 理由在这里哦 因为它有两个括号 两个都提2 2x-28 才变4的 这样讲够清楚哦 好 那后面这个呢 看到前面3x-4 它说我也要 我也要 你3x-4 才能够提啊 好吧 我们就3x-4 好个鬼啊 不能这样写 因为你有变号了嘛 从负的变正 正的变负就变号了 变号怎么办 加的就变减的 那懂意思吗 因为有变号了 然后3x-10 用变操 再来1-8 -10 然后做分件 我们看左边看右边 都有谁 都有3x-4 所以把3x-9 提出来 台颁 标题出来 我这边会做得比较慢哦 因为觉得 很容易出现错误哦 就要误 Al 剩下放进来哦 习惯动作啊 Tray就化掉 você 知道吗 3x-8 提手了 提手的话谁啊 化他妈不行啊 化翅膀 这也是后面画的变异哦 好 再來把剩下的抄一抄 剩下你會發現怪怪的喔 剩下這個 3x-4 那四倍還在啊 怎麼辦 要澄清來知道嗎 乘這兩個 4 3 12 12 x 4 4 16-16 這個照抄-3x 好 這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答案變成什麼 變成了 3x-4 去乘上 12s-3s 變成 9x 9x-16 所以做因式分解號的 答案是 3x-4 乘上 9x-16 有沒有這一個 有沒有這一個 有沒有這個 有啊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目前講的是各校段考的精選題 到了第八題了 好 再來看第九題 我們這禮拜教得完嗎 可以 這禮拜教得完 可能快的話 禮拜五就可以上那個 十字教成法 欸 不行的 我還有利劍四題 這個教本還有利劍四題 利劍好像沒有很多 哦 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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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劍題目 哇 這樣我們這禮拜就搞這個就好了 下禮拜才會教得一絲教成法 好 看那個第九題 好 第九題 第九題 它說如土呢 這ABCD是長方形 它把長方形分割成六個小長方形 面積分別都給了 哪一個式子可以表示這個長方形ABCD的面積 這題算送分題 我教你們怎麼去拿分 它把面積都寫好來了 這是長方形的ABCD 好 這面積呢叫AM 這叫BM 這叫CM 這是AN 這是BN 這是CN 面積齁 所以呢 它全部的面積就是AM加BM加CM加AN加BN加CN 它說哪一個的式子可以表達成長方形ABCD的面積 好 你會發現它的選項都看不大懂了 我教你們這樣做 你看哦 有M有M有M對不對 因為這個面積等於是這邊互乘嘛 這兩個乘等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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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排 這一橫排都有M 所以這個一定是M 好 什麼意思呢 你看哦 M乘A M乘A不是AM M乘B叫BM M乘C叫CM 對齁 底下都都有N 所以這個就是N 所以N乘A AN N乘B BN N乘C CN 所以長方形面積怎麼樣 長乘寬 長多少 長是A加B加C 寬呢 寬就M加N 這就可以表達成長方形面積了 答案選這個 有沒有 有啦 答案選A 好 這樣會玩嗎 這題喔 這題很重要喔 第九題 好 第四題呢 要做音式分解 這題有意思耶 這題型我沒有做過 但是可以玩看看 第十題還不錯玩 好 好 第十題 題目說音式分解這個 A貝的括號 X加1 稱X-1 A貝的括號 錯了 不是X 它是A加1跟A減1 拆掉錯 第十題喔 音式分解A乘上A加1 乘上A減1 然後加上A加1 乘上A減1 A減1 1-A 煩耶 寫錯了耶 再對一下 A乘A加1 A減1 加A 加1 乘1-A 有沒有故意的 它怎麼音式分解它的結果 好嘞 我看這裡喔 A加A加1都有對不對 我都來看那個A減1耶 A減1 A減1-A很像啊 就插個負號啊 把後面改掉知道嗎 直接改 A-1 可是数学不能随心所欲想改就改 一定有错问题 以这边到这边是多的负号 负A变1变负1是加的负号 加负号是提负号提出来 所以这个加会变减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 以减号做分界 我们注意到 两边都有A加1跟A-1可以提 所以就提出来 所以我们很凶悍 一次提两个 就提A加1跟A-1 两个同时一起提 提完之后剩下放进来 提动做要注意 提了就化掉知道了吗 我提A加1A-1 提到了化掉化掉 我提A加1A-1 化掉化掉 都化掉 可是你要注意 化掉之后化光光不是没东西 化掉之后它会变成1 所以前面上是谁 A乘1乘1就是A -1要写减 这不是没东西 是1 A-1 所以它是A加1乘A-1乘A-1 如果还要写答应要合并的话 它是A加1乘上A-1的二次方 这答案是可以选的 这两个答案意思是一样的 好第十题 答案选哪一个 的确要把它并在一起 而且A-1平方乘A加1 没有错 答案选的是C 这里OK 很棒的一题 好再来看第十一题 所以它是一种叙述问题 在比较音试背试的问题 我把这黑板先拆掉 好我们现在讲解第十一题 那十一题它说呢 A选项 它说2x2次 是4x的音试 对还错 当然错 为什么错 这不是这样子来 这个是它的背试 什么是音试 这个是它的背试 所以不是音试 是背试 错在这里 因为前面的是这个再乘上 2分之1x就变它 你看 这个乘上2分之1x SS S24 4乘2分之1 2S24 所以这个是它的 前面这个是它的背试才对 不是音试 所以A不对 好按B好了 B它这样说 它说有个多项式啊 可以分解变这样 A-2乘X加B 则此多项式的一次项系数为A加B 一次项系数 那你要拆括号才知道 这样看得出来 拆括号一次项的 A乘X二次嘛 不要二次我一次 A乘以B 它叫BX A乘以 -A乘以B叫-A 不要二次 那-A乘以B叫-A 不要长数项不要理他 我只要一次的 整理完备多少 B-A一起乘X 所以一次项的系数叫做B-A 或是-A-B 它写A加B 当然不对啊 B不对 所以B错 继续看 那C选项为什么 它说 如果有个多项式呢 可以分解为 A-A乘上X加B的话 它的常数项 是A平方大头轨 常数项是谁啊 后面这个没有X的 这个乘这个 负A乘以正B叫-AB 常数项是负AB才对啊 怎么是A平方 所以C也不对 剩下猪 我们最后答案了 猪选项是说 一个多项式呢 如果可以分解为 X-A乘上A-B的话 A加B的话 则此多项式的 常数项是负AB 没有错就负AB啊 所以答案选租 看我讲那么久 这里容易 好 看那个第12题 第12题棒棒题了 可是充满了刺激感 你看到题目怎么说 12题要说 C是多项式A的音试 也是多项式A的音试 是B的音试 然后我跟你说 A加B A平方解B平方 A乘B的二次方 A平方除B 更有几个是C的倍式 C是多项式A的音试 因为C是多项式A的音试 所以A的成分里面呢 他是说 一定就会有C这东西了 但C要乘谁 乘多少不知道 我给它剩 其他的数字叫做Q Q1好了 所以Q1乘C 这就是A 那C多项式 也是多项式B等音试 所以说B是它的倍式 B是C的倍式 所以B就等于 多少 前面多少不知道 都随便一起 也要乘到C 所以表达出来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C是A的音试 这个C是B的音试 所以AB都是C的倍式 有没有 这些要写的没错 这些要写的没错哦 这个题目问你啊 那A加B 我们每个都处理一下 A加B啦 A平方减B平方 跟A乘B 的二次方 三次方 我看错了 三次方 还有A平方减B 还有A平方减B 这里面呢 有几个是C的倍式 哇 这里蛮凶悍的哦 幸好我们有这样写 所以怎么做呢 把AB换掉 换成Q1C Q2C 所以A加B就变成了Q1乘C 再加上Q2乘C 对不对 我这样写完 这边就注意到C可以把它提出来 而这关号不加没关系 这是多余的 我把C提出来 C提出来怎么样 它会员呢 Q1加Q2 一起乘上C 那代表说 A加B是C的倍式 没错啊 因为C乘它 等于A加B啊 所以A加B是C倍式 这个OK 这个4 打勾 这个4 下个呢 A平方减B平方 这每个都处理一下 来啊 把它好好认清楚一下 A平方 A是谁 A是这个 Q1乘C 所以你要平方多平方 所以Q1要平方 C也要平方 再减掉 而这也是啊 Q1要平方 C也要平方 对不对 好 就我们看到了啊 这两个都有C平方 把它提出来 所以变成了 Q1的二次方 加上Q2的二次方 一起乘什么 C的二次方 问你哦 C的二次方 是C的倍式吗 是啊 所以A平方减掉 就C的倍式 你说这什么东西 不用去理它 只要这个有出现 就可以了 知道吧 所以 代表说它 它也是C的倍式 这也可以 好 下一个来 A乘B的三次方呢 A乘B三次方 变成这样子 它全部存在一起 它是Q1 乘C 乘Q2 乘C 一起的三次方 它会变成Q1 乘Q2 乘C二次方 再一起的三次方 分配下去啊 分配下去啊 所以Q1几次 三次 Q2几次 三次 C变几次 六次 很快 C很多次 可是没关系哦 那这个东西是C的倍式吗 C六次 当然是C的倍式啊 所以C六 它是C的倍式以后 A乘B三次 就C的倍式了 剩这个 这个来 它是A二次 去除以B 我们把它写分数好了 A二次 A是Q1乘C嘛 二次方是Q1二次方 乘C的二次方 再去除以B啊 B是Q2乘C 好 好 那除完之后呢 二次方除C 好 除了之后 这两个相除是 次方相减 没问题哦 就是C等于次方 这个不能除这架写 它是Q2 分之Q1的二次方 括号 去乘以C 好 那这样是C的倍式吗 当然也是啊 这也C的倍式啊 所以A B C D 这四组都C的倍式 不是不是哦 我刚刚看见解 我这边答案给错了哦 这四个都是C的倍式啊 包含后面那个也是 好 所以呢 答案选择是四个都是 选择是A 这个我解答给错了 好 这样有问题 这四个都是哦 做了才知道啦 不然我也不知道 好 讲那么久 四个都是哦 好 看那个第13题哦 这是第12题好了哦 好来 13题 我们现在讲解的是那个 各校段考在音试分解法 提供音试的一些 初题方式哦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 第13题 还有加以秉丁三位同学 在争辩一些对跟错的问题哦 讨讨论哦 然后正确的把它调出来 有几位 好 假说 X加三呢 是X平方 X加三哦 这一个 它是X平方 加5 加5X 加6的音试 所以A加三 去除以这一个 的于四为零 就整除嘛 当然对啊 所以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对的 好 打公 转化以 以什么说呢 以说 B平方 减A平方 它也是A平方 减B平方 的音试 好 基本上 自己是自己的音试没有错 然后给它都变化没关系 没关系哦 就像说 X跟负X 没有 它们互为自己的音试嘛 所以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OK的 所以以也对 虽然感觉很奇怪 不会以致对的 好 那饼是说呢 饼比到几首 饼的这个是说 它说A二次加B二次 它是A四次减B四次的音试 好 这个就要这样做了 怎么做呢 你把这A四次跟B四次看为 A二次 减掉B二次 可是不对 它四次嘛 括号再二次 括号再二次 好 当你有这样写的时候 有没有 二二不就是 二二是四嘛 就变回去了 好 接着的话 看到平方差 没有 看到平方减平方 看到平方减平方 改为相加 相加是A二次 加B二次 乘相减 A二次 减B二次 所以A二加B二次 是它的音试 对不对 是没有错 所以夹A丙都对 好 然后那个丁 丁是说 X的三次方 它一定是三的倍次 三的倍次 对不对 对啊 三的倍 那不是全对了吗 好 夹 我答案 假不对 你要不研究一下 假或是不知道 所以 这个是它的倍次吗 是啊 因为三 去乘上 X三次方 就变 那个东西 所以 X三次方 是三的倍次 没有错 所以 丁也对 因为我们假不对 假是不是不对 除一下 没有除看看 我 要去除一下 1加5加6 去除以1加3 可以整除吗 1 1加3 2加6 2 2加6 4个都对啊 所以A加3 所以X加3 去乘上X加2 就等于这一个 所以这两个 后面错了 它的描述后面错 看倒下看 它说 则A加3 X加3 去除以 X平方 加5 X加6 加6 等于4为0 颠倒假 怎么说 这位置要交换 有没有 是这一个 去除以它 才被整除啊 不是这一个 去除以它 这怎么去除它 它的伤害 它的翅膀比较高 所以那个假错在后面的 后面的描述 描述错的 所以几位对呢 答案是三位同学都对 好 这样有问题 好 那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剩下题目的话 我们就 这个礼拜五 再把它上完 我们看下礼拜 有没有机会 我们还是上 那个 X交证法 好 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